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白龙王是他行走江湖的名号 本名叫周青南 生于广东 长于泰国 去过香港 红于东南亚 1950年 13岁的周青南做了一个奇幻的梦 在梦里 他亲眼见到太上老君身旁的白龙王显灵 醒来之后便感觉自己有了特异功能 但是那时的他命运还没开始转变 时光匆匆 成年后的周青南娶了小自己13岁的女子 生了一个儿子 三个女儿 一家人过得安安稳稳 而在周青南没有成名之前 他的主要事业是维修自行车 修理摩托车 电视机除尘 收音机翻新 对理 其实就是一个修理工 直到1977年 40岁的周青南再次和白龙王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当时周青南硬赶照去拜祭了白龙王 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拜祭当晚 白龙王在周青南的梦中显盛 隔天醒来的周青南便感觉自己仿佛可以看透世间一切发展 就这样自称白龙王转世的周青南开始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最初白龙王只是在每周的五六日才到一个小村子里帮人补挂算命 其余时间还是当维修工 可是因为有神家护体帮人补挂算命时有八重 于是就被当地村民当成了活神仙 到处宣传 一传十十传百 白龙王的名声在泰国富商圈也名声雀起 渐渐的白龙王的名号在泰国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圈传开 找他看风水的人越来越多 而白龙王之所以能和港圈搭上关系 除了港人素来偏信风水外 还离不开一个重要人物 这个人就是泰国首富三子黄创山 黄创山因替父亲打理家族生意 经常往返香港和泰国 在香港颇有人脉 娱乐圈联系也非常紧密 而白龙王到香港的第一件事 就是帮黄创山还没开张的酒店摆风水 经过他的一番排布 黄创山的酒店不到一年就倒闭了 这是白龙王到港后的第一次翻车 之后苗乔伟和七美珍找他问姻缘 他说两个人要想结婚 必须互相包容互相体谅 这个谈过恋爱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道理吧 白龙王再次翻车 再后来谭永林的乐队刚刚解散 迷茫的他找到白龙王问事业 但白龙王就让谭永林再去组个乐队 在水土不服的香港 接二连三翻车后 白龙王的传说似乎有些没落了 而他之后的崛起却要归功于 向华强两兄弟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袭 娱乐业随之凋零 永胜一直都是在艰难度日 这时向华强的一个朋友 便向他推进了白龙王 跟向氏兄弟同赴泰国的 还有向华盛新女友张玉珊的生辰八字 白龙王一通法事之后 替他们消灾除恶 告知向华盛此女望他 叫他们要挺住 向华盛很听话 跟张玉珊打得更加火热 不再花心 不久后 两兄弟的公司果然东山再起 向华强和王金一鼓作气 拍了《龙在江湖》 《赌侠1999》 《赌侠大战拉斯维加》等赌片 都杀尽了香港年度票房前十 在娱乐圈巩固了地位 向氏兄弟对白龙王感激不尽 在朋友圈为白龙王点赞 自此白龙王一炮而红 杨寿成看到与向华强 拜白龙王这尊大神起了作用 他也不甘人后 开始请白龙王指点迷津 得到白龙王指点后 他格外关照 深宵属猴之人 签约的新人 必须是念碎以下 兼属丹青家庭 之后他签下的容祖儿 谢霆锋 推死的蔡卓妍 梁洛诗陈冠希 果然都大红大紫 2002年 林剑岳赤资4000万 让刘伟强当导演 召集刘德华梁朝伟 黄秋生曾志伟 于文乐陈冠希 肖雅轩一大波巨星 拍摄《无间行者》 但是开机之后 不是狂风就是暴雨 要不就是演员受伤 百事不顺 多次被迫中断 于是在刘德华的影见下 林老板带着群星 拜访白龙王 白龙王指点说 四字不及 亲自给电影改名为 《无间道》 伸出三根手指头 说可以拍三部 果然之后拍摄《风条雨顺》 电影上映后 口碑票房双丰收 创下了5505万的票房记录 被视为香港电影的复兴之作 几乎包揽了金像奖所有奖项 也依照白龙王的指示 拍摄了三部 自此白龙王名声大噪 众多港星也都成为了他的信徒 杨寿成 刘德华 曾志伟 何润东 仁贤 钟心同 大大小小 几乎你知道的明星 都受到过白龙王的指点 甚至还有以示赌王何鸿燊 三太太陈万珍 与长女何超云 也多次拜会白龙王 2010年初 何超云更戴父亲的睡衣 拜见白龙王 期间白龙王在睡衣上 洒圣水 写符咒 急盖神印 意在为赌王屈病续命 而其中赌信最深的是梁朝伟 白龙王最喜爱的也是梁朝伟 收他为入室弟子 甚至在去世时 还专门留下一言 把自己贴身的项链 留给梁朝伟当念想 不过让人疑惑的是 白龙王最喜欢梁朝伟 却至此不肯见梁朝伟的妻子刘嘉玲 刘嘉玲被拒绝了整整四次 据知情人士透露 早前刘嘉玲和梁朝伟 一起去拜见白龙王 轮到刘嘉玲和梁朝伟的时候 白龙王突然说只见那个男的 刘嘉玲也很无奈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 2003年5月 刘嘉玲主演《无间道二》 林健月请白龙王来港进行拜神仪式 刘嘉玲本以为这次 终于能见到白龙王 却不料白龙王派出了大弟子 他本人根本没出现 刘嘉玲的希望再次落空 其后刘嘉玲跟随剧组 去泰国取景拍戏 一般演员都或安排 与白龙王见面 只有刘嘉玲没份 2003年8月 白龙王来香港主持 《无间道三》的拜神仪式 作为客串的刘嘉玲 还是没能见到白龙王 接连四次被拒绝 刘嘉玲也死心了 不过让人疑惑的是 白龙王为什么坚持 拒绝见刘嘉玲呢 原因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白龙王感觉到 刘嘉玲有股顽强磁场 个性倔强 就算别人指点迷津 他可能也不愿相信 所以干脆不见 还有一种是说 白龙王预知道了什么 毕竟被他拒绝的人 除了刘嘉玲 还有一个张国荣 在张国荣跳楼自杀前一个月 他整天郁郁寡欢 似乎有很大的困扰 有有人提议他去见见正在香港的白龙王 一向不迷信风水的张国荣 居然一口答应了 但一行人来到白龙王门前 白龙王却拒绝见他 态度十分坚决 一个月后 张国荣在香港文化酒店跳楼 震惊整个华人世界 之后香港媒体一人圈开始疯传 白龙王之所以不见张国荣 是因为他已经预测到张国荣的结束 无力化解搭救 不过关于张国荣 白龙王一直三肩齐口 直到杨寿成的自传争气上市 才印证了网友们的猜测 在张国荣跳楼事件渐渐平息后 一次杨寿成与白龙王误面 不禁疑心重重的探问 您为何拒绝见哥哥呢 白龙王的回答果然没偏离 当时人们的猜测 只是更狠毒一点 我知道他气数将近 没得救了 帮不上忙 必见为上 而且不只是对张国荣见死不救 邓丽君一年早逝后 白龙王还断言说 他罪有应得 因为身上有罪孽 死后会继续受折磨 白龙王这样断言一个备受推崇的巨星 态度不只是猖狂 更惹怒了不少邓丽君的粉丝 很多人一定想不通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笃信白龙王 他真的有那么神吗 他要是真神 为何还会在2013年因病去世 撇开那些无法科学解释的神预测不谈 单凭他能悟出人生真谛 能开导人能指点迷津就不简单 那么多人都去也信他很正常 首先他接见信徒 解答疑惑 从不收费 也不分高低贵贱 所有人拿号排队 以示同仁 再有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白龙王一直在教人向善 他的九大信条语录广为流传 一 很多人来到这里都问我 我的事业好不好 家庭好不好 孩子好不好 姻缘好不好 我只是回答一句 你的脾气好不好 一切都会有答案 二 拜神求平安 回家却和父母顶嘴 要怎样得到平安 三 父母才是真神 对父母比神好一点 一切便顺顺利利 四 幸好有好日 这也是白龙王的座右铭 五 读书读得高就好 脾气高就很不好 六 神不会骗人 只有人骗神 死人不会骂人 只有人骂死人 七 无论是什么人 坏人好人 有钱人穷人 来到这里都要排队 八 拜神不要迷信 九 好树生好火 家中夫妻和谐 孩子才会学习去迁就人家 他劝陈百祥戒毒 让谢霆锋远离赛车 更警告曾志伟和罗志祥 不要乱搞男女关系 他的每一次真言 都是在劝人向善 梁朝伟说 他说的很多话我都会记住 如要对人好 孝顺父母 曾志伟也曾说 师父在生时 说有钱就捐 不要买东西来 例如帮一些没有钱的人炼葬 其实更多时候 哪里需要什么神迹 人们站在人生的三叉路口 只是希望有个人能帮自己 去除浮躁 坚定信心 自古以来就是忍者无敌 白龙王的准 也就不难理解了 2013年8月17号早上 因为常年的支气管病情恶化 白龙王在其泰国狱所病逝 享年76岁 超过2000名信徒到场悼念送葬 泰国皇室也派员出席葬礼 赠以泰国御赐下造用的泥土 圣泥盖棺 一代传奇落幕 世间再无白龙王